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被小猪否认了 称自己并不认识周扬青 直到2015年有媒体爆出了二人下榻同一酒店的实锤 小猪才承认这段恋情 之后参加节目都会大方地提及女友周扬青 当事人恋情稳定 撒狗粮也失度 不会让人觉得有你 大家也就渐渐接受了这一对 甚至还有网友时不时地喊话罗志祥赶紧和周扬青结婚 周扬青是个不做做的女孩子 所以才会得到小猪的喜爱 这个优点也是娱乐圈的很多女星做不到的一点 不得不说小猪真的是个可靠的男生